阿嬤坐在椅子上超級有氣場 高雄日前有粉絲專業舉辦電話比賽 最後冠軍就是由他85歲的火鍋店阿嬤拿下 手拿冠軍獎盃笑得很腼腆 阿嬤笑說不好意思 其實這是孫子替阿嬤報名的比賽 而會開火鍋店也是為了阿嬤 火鍋湯淋在土機上每一勺都是滿滿精華 這一鍋水用了20幾種中藥材慢慢熬煮 而其實這一鍋滿滿都是阿嬤對孫子的愛 小時候身體不好 很常進出醫院 那剛好阿嬤就煮這個湯 他就說你沒回來你要吃這個 聽到這句話就是心裡就是會很感動吧 今年28歲的老闆說自己從小就是由阿嬤養大 小時候身體不好 阿嬤都會燉上一鍋溫暖補湯 讓他補身體 現在阿嬤85歲了 想究竟照顧他 並保留阿嬤愛的味道 所以才決定創業開火鍋店 很乖 很友好的 對啊 都跟人家中間 祖孫娘感情超好 老闆說自己不時會找阿嬤拍搞笑 短影片 日前看到有粉絲專頁要辦電花比賽 就幫阿嬤報名了 沒想到得到冠軍 我感覺很開心 對 處理得好勝 避免的有的不的 只有避免的就 對啊 就剛好就真的得名了 不少網友都說阿嬤獲得電花殊榮實至名歸 而開店背後的暖心故事 更是被孝心感動 讓阿嬤的好手藝能夠繼續飄香 靜新聞楊氏武 陳珊珊采訪報道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